今天能赢你们明天一样能赢你们 月姐还是一如既往的霸气 昨晚三进一比赛中 对面赔完拉哨玩不起用燃烧瓶强补大狗 导致大狗在石榴杀的时候就被送上第二趟飞机 好在大狗还有复活卡 这才没能够让对面的赔完阴谋得逞 而大狗自然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将他禁止行动 而这也让他为自己最后输给大狗寻找到了合适的借口 作为老板的陈老板自然也要为大狗出了这口论气 今天今天笑气 明天不气 我想想那个画面我就很想笑 今天能赢你们明天一样能赢你们 不是今天怎么赢的心里没数是吧 今天怎么赢的心里没数是吗 好意思跟他说 今天能赢的一定也能赢 靠什么赢靠英招赢是吗 你能投诉我的赔完吗 我不能投诉你的赔完 他拿我的物资辱骂我 就是事实 我有路坪给管理 你有路坪给管理 我就不能有路坪给管理 你先炸我的赔完 他亲你有什么错 本来比赛就不能伤害队友 果然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赔完 大狗和月姐在一起根本不用分心和他们吵架 因为月姐完全有能力以一敌二 陈老板的这番话直接将对面的赔完和老板对的哑口无言 而今晚他们又和听了姐 以及她的赔完一起打最后的总决赛 听了姐对大狗有好感众人皆知 他们三个老板轮流带队 让三个赔完一较高下 而相比目前的人投诉来说 听了姐的赔完小乐没有任何的优势 唯一能够和大狗竞争冠军的 就只有那个爱甩英招的拉哨了 昨天被大狗禁止行动的拉哨 今晚也是怨气满满 他从开局就对大狗颇有提议 拉哨和他的老板照片姐一唱一个的嘲讽大狗 而大狗自然也不想理会他们 但月姐可不惯着他们 三个赔完在空岛基地抢人头本来就有难度 但这并不代表什么 而此时欺慕川心中已经又剩了遗迹 他想着在最后一把和拉哨拉开50个人头后 他也学着拉哨误伤把他淘汰了 这样自己既不会输掉比赛 又可以让他们彼此人头差距再次拉大 这个计划针对他这种爱耍英招的赔完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办法 牛有拉哨 不是千万没见过淘汰王啊 哎呦我的妈这淘汰王真好看 哪小狗狗 见过淘汰王吗 小狗狗 拿着白太王 哎呦淘汰王怎么了 人头都还没翻过来说什么 拉哨落地拿到淘汰王 这可把他和赵骗姐得瑟坏了 而天娜姐的赔完却一直亲切地喊着大狗哥哥 他好像完全不在意最终的比赛结果 而拉哨和赵骗姐却一直都在找机会嘲讽大狗 但专心淘汰敌人的大狗完全无暇顾及 他们说的话 当拉哨惨遭敌人淘汰后 他们直接气急败坏的怪大狗和天娜姐 以及小乐三个人合伙打开一个 一只单独开飞机行动的大狗真是锅从天上来了 但是作为老板的陈月 又怎么会让他受这个窝囊起 我是看明白了 他们三个人走一起 三个人走一起 三打一 六六 牛一了 你们别跟我走一起啊 我也没让他们跟我走一起 不是这个 这个叫狗的这个人吧 真的是会用硬招啊 啊 竟然就不好意思吧 不是你们没眼睛吗 明明狗就是一直在单狗啊 他什么时候单狗 不是一直跪在那里面就吗 他自己开飞机单狗 他从里面出来 他捣过吗 真的眼睛说瞎话在这 看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都要忍不住的为月姐点个赞 已经好久没有人这么霸气的为大狗出气了 也许是小乐想要跟着大狗抢人头 才一直跟着他的 但是却被他们说成了三打一 这简直就是无理取闹啊 而不管他们怎么说 青木川都不想理会他们 因为有月姐在 他完全不用自己出手 你们多好 你们你们不会搞硬招是吧 你们多干净啊 一看 一看人头数相同了 就给人定在那里玩硬招是吗 今天还好意思说299 我爱及地 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 他如果昨天没有卡 就被你直接烧死了 那怎么算呢 怎么可能啊 我问你怎么算呢 那如果没有卡被你烧死怎么算呢 所以不让我自己说这些 说这些没有用 但什么问题他有卡呀 跟我争那么多这些 就是昨天的事情争那么多 一直说 那昨天你们玩这些 你怎么会说的啊 你怎么会说的啊 你怎么干净的不谁啊 你不干净 谁谁是音最大的那出啊 是我吗 是 这不 你们也是 人家不来帮你 你是不是又倒了呀 小狗狗 小乐的及时出现 让对面的这对无赖的老板 以及赔完更加的找到了 他们三打一的把柄 而青木川知道流口难辨 所以他选择不辨 一旁一直没说话的听了解 也是对他们无语吧 世界上怎么会有 这么没有格局的男人 自己既不如人就耍一招 最后却还反咬大狗他们一口 真的是活久见啊 陈老板牛逼 他们俩今天是一对知道吗 长河的话还那么多 就是 这一级败坏啊 好气啊现在 你死了 你的同学要是来 杀人的话就救了 你就杀很多人了 不是大哥哥那么厉害吗 听得起的高情商发言 让对面的无赖老板 和赔完无话可说 先耍一招的是他们 最后却反咬大狗一口 他们还要投诉大狗 那么月姐自然也不会 让大狗受欺负 果然能够制裁这些 虾头男女的 只有月狗组合了 不管他们最后如何发展 大家看直播都是为了开心 所以也不要计较太多 大家喜欢小爱的 可以给小爱点点关注 点点赞